肩部是上肢运动的基础,由肩胛骨、锁骨和肱骨构同组成,被韧带关节和肌肉相互连接,而形成一个三关节、一连接,即肩红关节、肩锁关节、胸锁关节和肩胛胸壁关节连接。 在正常的肩部运动中,它们的运动是彼此协调并有规律性的。如果其中的一个关节或者连接发生运动障碍,就会影响到肩部正常的运动功能。 多种原因可以导致肩部活动受限,如肩周炎、肩关节脱位、肩锈损伤、肩部骨折等。 而一旦肩部的功能出现问题,就会影响到整个上肢的运动。 因此,如何检查肩部是我们需要掌握的重点内容。 首先,进行肩部望诊的检查。 肩部望诊时,要求患者要显露上半身。 检查时,患者端座位,双手平放在两侧的膝关节上。 检查者从前、后、侧方仔细观察。 观察时,要注意采用两侧对比的方法来进行判断结果。 这样才能够避免轻微的病变被忽视掉。 比如,两侧三角肌的发育、锁骨上下窝的深浅是否对称等等。 两个肩胛骨的高低是否一致? 肩胛骨内缘与脊柱的距离是否相等? 港上肌和港下肌有没有萎缩? 对于肩部的妄疹,应该在患者做体位准备的时候就开始了。 如果患者在脱衣服的时候,你会看到患者是否使用患肢,患者如何放置患肢等等。 这些都是判断患者肩部功能状态的重要信息。 肩部妄疹的主要内容包括肩部的外形有没有畸形、肿胀和肌萎缩。 我们先来看有没有畸形。 观察患者的肩部,在座位或站立位的时候,两肩是否是对称的? 高低是否一致? 通常情况下,我们的优势肩的高度要低于非优势肩。 以右利手为例,也就是说什么呢? 右肩要低于左肩。 如果患者的右肩抬高,则往往表示肩部有病损,导致肌肉紧张。 正常人的肩峰是呈现半圆而丰满的外观,两侧是对称的。 常见的肌形有方肩、垂肩、肩锁关节高突等。 好,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是方肩。 方肩是指患者肩部丧失了正常的圆笼外形,变得平坦,呈扁平或者是方形, 多鉴于肩关节脱位。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图片中患者左右肩部的外形。 可以很明显地发现,患者右侧肩部的形状与左侧明显不同。 一个是方形,而另一侧则为正常的丰满的圆笼外形。 这就是典型的肩关节脱位的表现。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垂肩机型。 垂肩是指患者的肩部与肩侧对比。 幻侧肩部出现明显的低落,常见于肩关节脱位, 拱骨外颗颈骨折,拱骨大节节骨折和锁骨骨折。 我们来对比一下图片中患者左右两侧肩部,我们可以发现, 患者虽然是用手脱住幻侧,但是他幻侧的肩部仍然叫肩侧低。 这是一位锁骨骨折的患者。 另外,因神经麻痹或者是其他肩部疾患,也会出现垂肩的现象。 在这张图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患者右侧的肩锁关节高突呈半球状。 这种情况一般鉴于肩锁关节发生炎症或挫伤及半脱位。 若锁骨肩锁端高度调起,那么则提示肩锁关节全脱位,不但肩锁韧带断裂,会锁韧带也发生了断裂。 好,我们来对比一下这张图片中两侧肩胛骨的形状。 大家很容易地可以发现,它两侧肩胛骨的外形明显地不同。 右侧的肩胛骨翘起,形似什么呢?蟋蟀的翅膀。 这就是我们说的翼状肩胛。 正常人的肩胛骨紧贴着胸臂,这主要是由前聚肌、斜方肌的斜同收缩来完成的。 如果前聚肌和斜方肌发生了麻痹,这个时候肩胛骨就失去了贴在胸臂上的作用力,形成了翼状肩胛。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肩关节的肿胀。 对于肿胀,同学们觉得这个还不容易看得出来吗? 但是在肩关节我们要注意,由于肩关节是被肥大的三角肌所遮盖, 所以呢,一般轻度的关节肌液外形改变不明显,甚至是中度的肌液也很容易被忽视掉。 肩关节内发生肌液时,在肩部的前内侧是比较容易看到肿胀的。 这时要注意对患者肩部进行什么呢?双侧对比检查。 而外力造成肩部骨折的时候,比如锁骨骨骨折,肩颊骨骨骨折,cornbi外境骨折等, 三角肌的部位会表现得比较饱满,或者是肩部肿胀, 并且呢,我们在皮肤上可以发现有浴巴,相对容易发现。 望枕的第三个内容,肌肉萎缩。 因肩部的肌肉是比较发达的, 所以肩部各种骨折的中晚期 由于固定的时间过长 或者是没有进行有效的功能锻炼 可以导致肩部的肌肉发生肺用性的萎缩 而肩关节周围炎的患者 因为疼痛限制的活动 也可以发生什么呢 肺用性肌萎缩 同时结合了炎症了 或者肿瘤晚期的患者呢 也可以发生肺用性肌萎缩 另外呢椰神经损伤之后 它可以导致三角肌麻痹 三角肌呢就会发生什么 失神性性肌萎缩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患者 双侧肩关节的外形进行对比观察 或者是呢让患者双手插腰 观察肩部的肌肉情况 可以比较容易的发现肌萎缩的情况 好我们现在来讲述肩关节的触诊检查 肩关节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关节 在肩关节触诊检查时 为了避免漏诊 需要按照一定的流程来进行检查 肩关节触诊的流程为 首先自前方的胸锁关节开始 向外侧检查颈格锁骨到肩锁关节 检查肩锁关节 肩锁的前外侧脚后向下来检查绘突 肛骨小节节肩甲下肌的指点 然后轻度的外展外旋肩关节 肩二头肌长头肌腱 此时正好位于肩锁的前外侧脚远端2厘米处 这时可以检查肱骨节节勾内的 肱二头肌长头肌腱 同时可做肩关节内外旋转活动 可以更好地检查肱二头肌 长头肌腱在节节肩勾内滑动的情况 在肩关节轻度后身内旋位 检查肱骨大节节岗上肌腱 同时检查肩锋外侧原 将肩关节调至外旋位并轻度曲曲 患者用手掌齿侧接触自己检查侧的脸颊部 这个姿势是不是很像著名的什么雕塑思想者 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检查 肩锋的后外侧脚和位于蹄下方的 港下肌腱和小圆肌腱 最后检查后方的肩甲岗 及其上下的港上肌、港下肌、小圆肌腹 注意对于骨性结构的检查 主要检查是有没有压痛、骨擦音和畸形等 检查软组织结构时 除了压痛以外 还要注意它什么 形状、大小、质地和张力的情况 好,现在我们来学习一下肩关节的运动检查 肩部的运动往往是肩轰关节、肩胸关节、肩锁关节和胸锁关节的联合运动 任何一个关节的病变都能够引起肩部运动障碍 在这里我们主要的检查是肩轰关节的运动 检查时患者取站立位 肩关节置于中立位 肩关节的中立位是上臂下垂、手向前方 由于肩胛骨的协同作用 使肩关节轻度的运动限制容易被忽视 所以我们在检查肩部运动的时候 应注意两侧仔细的对比 检查者可以站在患者的背后 注意患者的肩胛骨是否参与了运动 必要时可一手固定患者肩胛骨后再进行检查 否则会把运动受限的肩关节视为正常 主要检查的运动有肩关节的前驱、后身、外展、内收、外旋和内旋运动 第一个前驱运动 通常就是我们说的上臂的前屏曲运动 正常可以达到90度 二、后身运动 肩关节的后身运动正常可以达到45度 三、外转运动 上肢向身体两侧平举 正常为90度 四、内收运动 患者趋肘是上臂在胸前向内移动 正常肘部可以达到我们的正中线附近 手可以摸到对侧的耳阔 此时为20到40度 五、外旋运动 患者肘部区区90度 前臂中立位 左部贴近躯干侧与固定肢体 然后再外展前臂 这个时候前臂的外展活动范围 计为肩关节的外旋运动幅度 正常可以达到30度 六、内旋运动 检查内旋运动的时候 患者的体位同外旋运动 前臂做什么呢? 内收动作 前臂的内收范围 即为肩关节的内旋活动范围 正常可以达到80度 也可以采用什么呢? 一只手放到头后 到对侧的肩关节上缘 此活动是外展和外旋的结合 然后将另一只手放在背后 到对侧肩胛骨的下角 那么这个活动是内收和内旋的结合 双侧检查 观察两侧活动情况是否一致 注意啊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上肢还有一个动作是经常用的 也就是什么呢? 上举运动 我们在梳头的时候 经常会用到这个动作 那么这个上举运动的话呢 并不是肩胸关节的运动 而是什么呢? 肩胛骨旋转运动的结果 是在什么呢? 肩关节前驱 或者是外展90度以后 继续向上的动作 好 现在我们来学习肩部的特殊检查法 肩部的特殊检查法非常的多 在这里呢 我们主要学习以下几个 一 搭肩实验 二 直尺实验 三 落臂实验 四 疼痛呼实验 五 港上肌腱断裂实验 六 宫二头肌腱抗阻力实验 一 搭肩实验 又称为杜家式实验 检查时先祖患者屈肘 将手搭于对侧肩上 如果手能搭到对侧肩部 并且肘部能够贴近胸臂为正常 若手搭到对侧肩部 但肘不能够靠近胸臂 或者患者的肘部能够靠近胸臂 而手不能够搭到对侧肩部 均为阳性体征 提示有肩关节脱位 二 直尺实验 正常情况下 肩峰位于拱骨外上科 与拱骨大节节连线之内侧 检查者用直尺贴于患者上臂外侧 一端接触拱骨外上科 另一端能与肩峰接触 则为阳性征 说明肩关节脱位或者是由肩胛骨颈部的明显移位骨折 三 落臂实验 检查时患者取站立位 医者将患之被动外展90度 然后令其缓慢地放下 如果不能慢慢放下 出现突然垂直落到身体的一侧 为本实验阳性 说明肩部肌腱秀有破裂 四 疼痛呼实验 主患者肩外展或者是被动外展其上肢 当外展至60到120度范围时 港上肌腱在肩峰下摩擦 肩部出现疼痛为阳性 这一特定的区域外展痛称之为疼痛呼实验 五 港上肌腱断裂实验 主患者肩外展 当其外展到30至60度时 可以看到幻侧的三角肌明显的收缩 但是不能够外展上举上肢 越用力越耸肩 如果被动外展坏肢超过60度以后 患者则又能够主动上举上肢 这一特定区域的外展障碍称之为阳性 则说明存在港上肌断裂或者是撕裂 六 钩耳头肌抗阻力实验 又称之为叶加森实验 检查时主患者曲肘90度 医者一手扶住患者肘部 一手扶住其腕部 让患者用力曲肘外展外旋 医生给予阻力 如果出现钩耳头肌腱滑脱 或者是患者的节肌肩沟处出现疼痛 则为阳性体征 前者为孤二头肌长头肌的滑脱 后者则为孤二头肌腱长头肌腱炎